来南美访问的过程当中 我无时无刻地不在想起我们的那位驾驶员 至今他不知道他的想法 而我们的驾飞机也已经沉到白天 刚刚看到的是南海撞击事件后 江主席谴责美方 要求美方进行道歉时的珍贵历史影像 事情发生在2001年4月1日 一架美国的EP-3侦察机 突然出现在我国南海的领空中 随后我们的军方迅速做出决定 先向对方做出喊话 希望可以尽快离开我们的领空 另一边 两架歼8战斗机也做好了随时起飞的准备 随着我们的喊话 美方侦察机始终没有离开我们的领空 于是两架歼8战斗机接到指示 对美方侦察机进行强行驱逐 由于任务的特殊性 就派了两名最优秀的飞行员进行这次的任务 其中的一架战斗机中 就有我们的英雄王伟 随后 王伟和战友到达美方侦察机所在的空域 然而对方不仅没有撤离 还做出挑衅动作 面对这种情况 王伟迅速按照规定 接近对方并再次进行喊话驱逐 这时美方侦察机立即调转方向 冲王伟飞了过来 当时 王伟距离侦察机只有400米的距离 这个距离是十分的危险 随后 王伟紧急掉头 但还是与美方侦察机发生了碰撞 飞机坠毁前 王伟则立即跳伞逃生 几秒后 飞机在海面坠毁 救援队在进行了八天的搜救后 也依然没有找到王伟 最终只能宣布王伟同志壮烈牺牲 将主席4月5日在致力进行会谈时 就美国侦察机同中国战斗机相撞一事 发表声明 要求美方向中国人民道歉 美国的飞机资金 而是 就在我们的海南的机场 另外美国的机组上面的人员 24个人 安然无疑 这是江主席在致力谈论起 南海撞击事件后 要求美方道歉的珍贵历史影响 从江主席的发言中 就能看出中美两国行为的鲜明对比 接着江主席也含热泪地提到 此次事件中的飞行员王伟 随后在江主席要求美国道歉之前 江主席在演讲中举了一个十分恰当的例子 来阐述美国的行为 这句话可谓是让美国哑口无言 这是江主席谈论起南海坠机事件时 让美国道歉前向全世界举的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可谓是十分的生动形象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 江主席是怎么谴责美国的 所以这一次美国的飞机走到我们的这里来了 你不讲一声歉意 这是合理的吗 江主席以礼不仁 这样的一番话让美国在国际社会上 陷入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 最后美国不得不六次道歉 江主席用他的智慧排除万难 维护着中华民族的尊严 虽然南海事件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 但是英雄王伟永远铭记于我们